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于周六9月10日 在伦敦圣詹姆斯宫的登基委员会上 被宣布为英国新君主 73岁的查尔斯在周四9月8日女王去世后 立即接替了王位 但周六官方宣布正式即位 由数百名政界人士、主教和高级公务员 组成的登基委员会 在仪式上正式宣布了他的继任 当天晚些时候 各位政要将抵达白金汉宫 见见查尔斯三世国王 然后根据1070年苏格兰与英格兰 和威尔士联合王国组成大不列颠的法案 他就苏格兰教会的安全宣示 自1714年以来 每一位君主在登基时都继承了这个传统 誓言内容如下 我查尔斯三世以上帝的恩典 并成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和我的其他领土和领土国王 信仰的捍卫者们的信赖 忠实的承诺并宣示 我将坚定不移的维护和守卫真正的新教 正如苏格兰法律特别是保护先教和长老会政府的法案 以及议会通过的法案所确立的两个王国的联合 以及政府崇拜 纪律 权利和苏格兰教会的权利 所以上帝帮助我 新君主随后签署了两份誓言 这些文件随后由王储 威廉王子和王浩卡米拉 以及其他书密院成员签署 周六 英国各地的旗帜在官方建筑上冉冉升起 查尔斯国王正式宣布成为英国的新君主 英国新君主的时代到来了 但是查尔斯三世将面对的未来 正处于世界大变局当中 英国联邦与世界都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 traditions 和苏格兰教会的 你有没有约约 我们在阴谈参局 你ם 我们在阴谈参局 就是